巴西圣保罗天桥教会于23日在教会的联谊中心举行一年一度慈善意卖园游会 意卖台湾美食小吃,共600位侨胞相亲前来共襄盛举 每一位参加者必须携带一公斤的干粮来,然后把募集干粮捐赠给孤儿院 这是我们每一年一度的意卖会 我们是专门卖我们台湾的小吃 虽然我们口味没有台湾的那么好 但是我们乡亲们我们都很捧场 也让我们这一次的意卖会很丰富也很丰盛 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参与 我们希望每一年能够透过这种意卖会 联络我们乡亲的感情 虽然我们在异乡 但是我们对家乡的思念还是一样的 13园游会意卖活动一公告 青年人纷纷响应来共襄盛举设立摊位 乔乌电子报记者廖士兵 巴西圣保罗报道